朋友您好,今天是2021年11月6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说这1200万存款被银行支援私自转走 储户被判担责八成的事情持续引发关注 咱们先来大体了解一下这起事件 说这当事人丁女士跟她的先生做了一辈子生意 因为年纪大了,不做生意了 便将攒下来的1200万元分四笔业务存入了当地比较大的银行 山西青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再一次存钱后呢 银行支援王某以带领礼品为由骗取了丁女士的存单和身份证 后来丁女士多次索要身份证没有成功 去银行查询后发现1200万不翼而飞 丁女士的儿子王先生说呢 事发后他们报案 得知钱被王某私自取走 转到他父亲的账户了 王某因为此事被公诉 一审二审都判了武器 与此同时呢 出于多种考虑 丁女士先是将二笔业务 共计500万元将山西青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请求支付本金和相关利息 王先生认为他们和银行的存储合同关系已经生效 应当由银行承担全部损失 满怀期待的他在今年9月份收到了一审判决 山西省清徐县法院认为 丁女士一方承担80%的责任 清徐农商行承担20%的责任 判决书显示 清徐县法院认为 丁女士作为储户 应当对资金安全 负有注意义务 丁女士将自己的存款 单级身份证交给王某 虽当庭陈述 是让王某待其领取 大额礼品 且王某在刑事审判供述中也承认了 丁女士交给其存单级身份证 确计让其领取礼品 但均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 且丁女士也未在存单上注明 让王某持存单仅限于领取礼品的字样 丁女士作为成年人 应当预判到存单和身份证交给别人 可能会造成存单被支取的风险 但其放任该风险的发生 故丁女士在本次存款造成的损失中 存在重大过错 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而丁女士一家不服判决 认为银行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一辈子的血汗前 被银行职员驱走 丁女士称为此得了高血压 一直反复住院 她们全家也是心力交瘁 现在路过银行心里都堵得难受 丁女士的儿子王先生说呢 现在他们已经提起上诉 希望二审法院能够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咱们来看 王先生在网上的发文 说今年九月份 山西省清徐县法院 对先期起诉的五百万一审判决认为 我们一方承担80%的责任 清徐农商行承担20%的责任 对于法院的这个判决 我们严重不服 已提起上诉 希望泰原市中级法院 能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王先生说 我父母一辈子将攒下来的 1200万元分四笔业务 存入我们这里比较大的银行 山西清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些公司 我们是相信银行 才把钱存进去 在存入五百万一年定期存款后 银行支援王某以带领礼品为由 骗取我母亲的定期存款和身份证 然而钱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王某私自转走 转到他父亲的账户了 王某取款的时候 个人业务凭证上填写的客户信息是错的 汇款人填他父亲 受理单身的电话和我们预留的也不一致 账户不填 这样漏洞百出的业务就因为本行员工办理被受理 把钱转走了 然而清虚法院却认为是物填 银行基本没什么过错 这难道不是银行的责任吗 我们认为是银行没有守住底线防线 未尽到审核核实的责任义务 是存款丢失的直接主要原因 我们和银行的存储合同关系已经生效 银行职工利用身份便利和贵面 违规操作 私自把钱取走 损失应当由银行全部承担 这五百万的判决 让我们体会不到法律的基本公平正义 颠覆了对公序良俗的认知 八二的责任划翻依据是什么 感觉判决就是处处为农商行开拓 加重我们这样弱势群体的义务 给我和家人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 当初先起诉五百万 就是因为兴许农商行在当地颇有影响力 盘杆错节 怕得不到公正公平的判决 从目前情况看 剩余的七百万 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敢起诉吗 结果可想而知 也希望有关部门关注 同时希望二审法院替老百姓主持公道 真正让老百姓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体会到公平正义 一千二百万存款被银行支援私自转走 银行只成了百分之二十的责任 这合理吗 这个判决引起了可是广泛的热议 钱存在银行还安全吗 如果钱存在银行都不安全 那我们应该把钱存哪里呢 我们还能相信谁呢 没错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 钱只有存在银行里才最安心 但这个判决还是令人恐慌了 不可否认的是 丁女士在本事件中是存在过错 她把身份证和传达两个重要的证件交给了他人 没有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 过错在线 但细细梳理 我们会发现银行的过错也不小 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 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 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牵犯 为了该规定有效落实 银行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保障 一是制度保障 二是审核流程的保障 银行应当制定严格的制度 最大化的防范储户存款被冒领和盗刷的风险 比如大额存款即使本人不到厂也要电话核实 没有密码的存单需本人亲自到厂支取等等 没有密码的存单需本人亲自到厂领取 已经是银行的惯例 为此还出现过瘫痪在床的病人被抬入银行支取的情形 所以在本案中如果银行没有上述的规定 首先银行在制度上无法充分保障储户的合法权益 另外在办理过程中 业务凭证上存取汇款人新名栏应该填写的是丁女士 实际上填写的是王某父亲的名字 而且受理单身的电话和丁女士预留的电话也不一致 存单没有密码 银行工作人员既没有要求本人到场 也没有电话核实 试想如果非银行工作人员拿着这样的错误百出的 许款凭证能把钱取出来吗 显然是不能的 所以银行没有尽到应金的义务 使得犯罪嫌疑人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 冒领了丁女士的存款 如果银行制度健全程序严谨 即使有人拿着丁女士的身份证和存单也无法交钱取出 所以我们认为银行的过错更大 一审判决二八责任的话翻 我们觉得有待商榷 金融系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的重要的 金融业连接国民经济各个方面 含活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金融的繁荣离不开全民的信任和支持 因此银行要更有能力保护储户的安全 如果储户对银行失去信任 会不会影响到金融的安全 这是许多人都会担心的问题 目前银行和储户之间 有关银行卡被冒领被盗刷的纠纷 适用的是过错责任 我们认为为了让用户有着更大的安全感 应当适用不过错责任来处理上述责任 只要银行未尽到管理责任 就应该承担主要及全部责任 本案绝不会就此为止 期待二审甚至是再审 这个案件已经不仅仅是丁女士一家的事 可能关乎到所有储户的利益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记得看过一个新闻 说是因为父亲去世 儿子拿着父亲的身份证银行卡去银行取钱 结果银行非要父亲的委托证明 要不就得本人亲自来 咱们就想问问 那本案例中的银行 为什么你们的职工没有委托证明 就可以把这么巨大的一笔钱取走呢 还有一个事件也是关于银行的 是你得证明你妈是你妈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